好,然後今天第二場是請到D卡的泰偉 他會來介紹一下有關 微影背景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題目還蠻有趣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來想這個題目 如果有問題都可以隨時發文 前面有麥克風 請大家注意一下就是 一般在聽的時候可能要小心 如果不小心打開的話 因為它會亮個紅燈 如果注意一下就可以幫我把它關起來 然後如果有需要問問題的時候再幫我打開 怕會有一些那個 扣印會有一些衝突 好,那就請大家掌聲歡迎第二位獎勁 謝謝主持人介紹 那感謝大家來聽我這場就是 怎麼用微機擺科去壓述你的 Word to Backer 那我是泰文 然後現在是D卡Jr.的Data Ange Nier 然後先工商實踐一下 就是我們在增那個Backend Developer 然後我們後端是用Go還有Node去寫的 不過老闆說你不會Go跟Node沒關係 反正你竟然在學就好 所以還沒有找工作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薪水不錯 好,那這是我的Outline 就我先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要把Word to Backer壓縮 然後還有Word to Backer是Word to Backer 它的局是什麼? 那再來才講怎麼做的 這樣子 那我先講你們Motivation是什麼? 就是現在Machine Learning這麼紅 大家應該多少都知道 TensorFlow、Keras 都知道我們可以用GPU去做Training 但是現在Model越疊越深 越來越肥 所以有Training過的人應該都知道說 都會看到這個Out of Memory的Error 對,實在是放不進我們GPU的記憶體 我一定很想說沒關係嘛 1060我放不下 還有1070、1080嘛 那個10幾G的應該夠吧 但其實話不是這麼說啊 就是現在Aid Computing 這個越來越紅了嘛 過往我們都是直接去連到我們雲端的Servor 然後去得到Response 把我們的Model放在雲端上面 然後再Response給我們的User 但是這樣一來一往中間 那個Response Time實在太久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如果我們在跟雲端中間放一個比較小的機房 然後這樣就可以很快服務我們的使用者的話 那這樣感覺不錯啊 那就是Edge Computing的概念 而Edge Computing呢 其實也很常用一些IoT 比如說像樹莓派這種小小的板 去服務我們的使用者啊 比如說即時去搜一些車子的訊號 然後馬上Predit給它的結果 那像樹莓派這個肯定沒有 像你GPU有那麼多的記憶體去放你的Model啊 所以肯定壓縮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那Google再來也要推出HTPU啦 那就是像樹莓派一樣大小 但是有TPU一樣的運算力 那這個東西記憶體也一樣是比GPU小很多很多 所以如何把你Deep Learning的Model壓縮 真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第二個Modulation就是 就是今年Facebook這個劍橋事件啊 那個Privacy的issue也是現在很重視的事情了 所以User越來越希望說 你不要把我的資料都可以傳到Server啊 你可不可以說 那把資料就存在我手機裡面 那裡面就放一個Deep Learning的Model 我就直接Predict 那我直接服務 直接推薦你文章就好啊 那你這些運算都放在手機裡面 我就不傳到Server上 那這樣你的隱私就不會外洩 那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同樣也需要把TensorFlow壓縮 然後放到你使用的手機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基於這兩點 Edge Computing 然後還有Privacy的issue 那我們真的是需要一個 Compression algorithm 去把你的Deep Learning Model壓縮 輸小到手機啊 或是樹莓派這些板 可以放大小 那講到壓縮演算法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矽谷群俠傳這部美劇吧 我調查一下 有看過這部美劇的可以舉個手嗎? 聽過有看過嗎? OK啊 發現這樣好像其實也蠻多 大概有個三成左右 那沒看過沒問題 這是一部在講一群矽谷工程師 無意間發現一個很屌的壓縮演算法 然後就開始一連串的創業故事了 那他們很常講一句話就是 Mainly World Better Place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想到一種 壓縮演算法 然後可以幫Deep Learning 壓得很小 放到手機 放到樹莓派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 Edge Computing的需求 然後還有使用者隱私外界的問題 那的確也可以 Mainly World Better Place 所以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我們的Model大概長得怎麼樣 那這是一個NLP很常 很常看到的Model就是文件進來 然後我們送進Embedding Layer 然後接幾層DNN 最後分類這樣子 那我們把剛剛這樣的架構 用Kera稍微實作一下 你會看到右邊這一條是它所有的參數 然後這邊是總數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這一層Embedding Layer 它大概佔了整個Model 大概9層的參數量都集中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想要壓縮的話 如果你可以成功把Embedding Layer壓縮 讓它變小 整個DeepLane Model就變小了 那到底這個Embedding Layer是什麼呢? 它為什麼會這麼肥大? 這個Embedding Layer其實是希望把物質 對應到向量空間當中 那意識相近的字它會出現在向量空間的附近 比如說左下角這個Linux 然後Spring還有Computer 它們都是意識相近的單字 所以它們會用差不多 Embedding Layer會用差不多的向量 去表示這幾個字 到底這個Embedding Layer它是怎麼做的呢? 那這個Embedding Layer它們比較代表性的演算法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叫Word2Vector 那它其實是基於一個知名語言學家 John Looper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You should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s kids 就是認識一個字最好的方法 就是根據它的左臨右舍去認識它 那Word2Vector怎麼根據這句話去使出它的演算法呢? 那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現在想要知道Dog這個字 它的向量是多少 那我們其實一開始不知道 就把它想成是一個直北針 那直北針一開始它會亂轉 就是我們初始化它的方向 那我們希望說 比如說Dog它這個字 它喜歡我們會出現Rum這個字 那我們就把Rum想成是異性的磁鐵 那直北針會稍微被它吸引過去 雖然我們一開始我們最後也不知道它到底要指向哪裡 但是至少你一定要被Rum吸引過去 稍微偏過去這樣子 那Fly這個字呢? 因為Dog它的前後文不可能出現Fly這個字 所以雖然我們還是不確定 這個指成它最終的方向該指到哪裡 但是Fly這個字就當作是同性的磁鐵 同性相似 所以你不該往那邊指 那Cat也一樣 因為Cat的前後文會出現Rum這個字 所以磁鐵應該要稍微被吸過去這樣子 但Fly這個字它不可能會出現在Cat的上下 所以Cat應該就要被排斥 然後異性相似這樣子 所以當你掃描過很多很多的文集 你其實就可以想像成說 這個直北針它被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磁鐵去吸引 然後牽引這樣子 最後這些磁鐵它會收驗到某一個方向 這個直北針會收驗到某一個方向 而這個方向就是最後我們捐好的Vector 這個字它的項量就該指成這樣子 直北針的方向 我們就把它當成我們最後捐好的Vector 所以真的在捐的時候長不像 我們會把這些字呢 用one-hine encoding的方式去做編碼 其實就是把它編成0跟1 然後送路長像這樣的Deep Learning的模型 那左邊這邊會有 Eput layer會有四個neuron 你就把它想成是我有四個直北針 但是它還沒有train好它是初始化 那右邊一樣也會有四個neuron 你有幾個字 那你相對右邊就會有幾個neuron 那這邊你就把它想成是磁鐵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train 那我們跟這個neuronetwork講的事情就是說 你output要越接近1越好 越接近1代表說 你被run這個字吸過去 所以如果你output的值 圓小於1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個比較大的error 比較大的loss 那network就會幫它去update 做back propagation 然後去update這些參數 那cad也一樣 cad這個直北針進來的時候也希望說 要被run這個磁鐵給吸過去 所以越接近1越好 而dobe遇到flag的時候 這個flag不可能train在它的上下 所以你要把它當成是同性的磁鐵 然後要被相伺 所以內部會希望它盡可能output出0越好 然後去update它的參數 那知道WalkBetter就知道 這個步驟其實叫negative sampling 所以真實在train的時候 它怎麼知道哪些WalkBetter的commonate keeps呢 那它是這樣 甚至一開始要trainthe這個字好了 我們藍色的顏色來表示它 那這個the這個直北針 它的左音右色就是有quick跟brown 所以我們要trainthe這個字的時候 就是希望說the要被quick這個字給吸 然後the這個直北針也要被brown這個字給吸 那這個sidingwindow會像計算機網路這樣子 一直往右邊滑 然後我當然往右邊滑動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往右邊滑動 假設你現在要trainquick這個字 那這個quick的直北針希望被brown 還有被fuck這幾個磁鐵給吸引這樣子 所以這個sidingwindow把你的文集滑過好幾遍啊 你滑過大量的文集之後 你就可以想像這個直北針它被很多的磁鐵給吸引過了 所以最後這個直北針它會收印在某個固定的方向 會收印成這樣子 那這個方向我們就當作它check 把它拿來用就當作這些字的letter 你把這些直北針的方向呢 投影到這個相當空間當中 就會看到說意義相同的單字 比如說linux 比如說screen還有computer 它們會出現在最高空間的附近 簡單的講完word to better之後呢 好 那我們現在從講一次 就是 聲音很變大 OK 好 後面中共在跳 喔 OK OK 跳回跳 OK 好 那我們前面講說 我們現在的需求就是 希望把這個deep learning的model壓縮 那整個deep learning model最肥的地方在 在以北針類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word to better OK 那現在講的只能壓縮 一個直覺的想法 我們剛好說意識相同的單字 它們其實會在座標空間的附近 那它的項量其實會很接近 比如說周杰倫 蔡依林 五月天 它們其實都是很類似的字嘛 那它的項量其實也差不了太多 那我真的有必要這些字 都各存一個獨立的項量嗎? 如果把這些字都用歌手的項量來表示呢? 所以台灣那麼多歌手啊 各式各樣的歌手 都用歌手的項量來表示它 這樣我其實就壓縮了 我只要純歌手就好啊 那這是一個知覺的想法 但是問題又來了啊 我怎麼知道周杰倫 蔡依林 五月天 是歌手? 你要先知道這件事情 你才可以壓縮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ontology 什麼是ontology? 它其實是長得像這樣的一個structured data 它會去比如說周杰倫跟方文山 他們是同事的關係 那這個structured data 會用同事的relation來表示這兩個node 那比如說周杰倫他是歌手 那他就會用異色的relation 去表示周杰倫跟歌手 那比如說周杰倫還有唱過七里箱 那他就會用異色的relation去表示它 那長得像這樣的structured data 叫做ontology 它的中文叫做知識普普 就是一個很龐大的structured data 那真實的ontology就會長得像這樣還蠻複雜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條比較粗的線 這條粗的線叫做異色relation 因為目前在ontology這個領域做得比較完整的 其實就是異色的relation 我們通常都只能見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異色的ontology 而其他passer、cowork這種比較各式各樣的relation 目前還比較難去建立 那稍微講一下哪些應用已經有用到ontology的技術 比如說今年google.io它的duplex 那個效果真的是非常驚人 它裡面就有ontology的幫助 或是我們每天在用個google的搜尋引擎 比如說你打python 那在右邊google會跟你說這是一個程式語 那google也是有建一個ontology 它才知道說你今天查了python是程式語 那我們現在要壓縮我們的mortivator 我想到的方法是用ontology 但是我們要怎麼建一個ontology呢? 因為google沒有把ontology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微軟在2012年 我們其實發了一篇ontology的paper叫probase 那我們就花個五分鐘來帶大家速度這片的paper 那其實這個probase的論文做法是很簡單 它就是先提了六個parse pattern 比如說第一個名詞such as名詞這個pattern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拿來做ontology呢? 舉個例子 比如說第一句話 domestic animal such as cat 名詞such as名詞 就是剛剛講的第一個parse pattern 那像這樣一句話呢 就會被它剛剛第一個parse pattern給截取到 probase就會知道說 OK 那後面和horse pattern後面這個字呢 就是cat 那cat跟domestic animal會有異色的relation 那透過它設計的那六個horse pattern 去掃描大量的文本 它就可以抓到很多很多異色的relation 它就可以做出一個異色的ontology 但是這其實有一個反例啊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反例 比如說像這句話 animals other than dogs such as cat 那像這句話 被剛剛的horse pattern會截取到 它會覺得說 dog跟cat有異色的關係 所以狗是一種貓 這就很不對啊 所以 Microsoft要解的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用一個簡單 但是很粗暴的方法 它其實就是收集了16億的網頁 在16億的網頁裡面 你會發現說 其實domestic animal跟cat這樣的pair 出現的次數會遠大於 dog跟cat出現的次數 在那個horse pattern裡面出現的次數 一定是上面這個比較多 所以它就可以設一個threshold 當這個threshold超過一定次數的時候呢 它就把這個domestic animal跟cat這個pair 加進你的ontology裡面 你就成功辨識到一組對的relation 那第二組你就知道 因為cat這組已經被它抓進去 那這組你就知道它是錯的 所以它就每 它就在這16億的網頁裡面不斷的iterate 每一次iterate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一些可能是對的 但可能是錯的 那它這時候就會看看說有沒有超過 如果超過的話 那就把它加進它的ontology裡面 在第二次iterate的時候呢 原本你不確定的東西你就確定 因為你已經多了一些鮮貝知識 在你的ontology裡面 所以第二次你就可以把你不確定的relation給砍掉 那就這樣不斷的iterate 不斷的iterate 你就會把一些不確定的刪掉 然後新增更多對的relation進你的ontology裡面 直到你沒有不確定的relation在你這些文集裡面 那你就做好你的ontology 這大概就是ProBase的論文講它的方法 那它evaluation的方法是 用它們自己家的搜尋 請它們的病然後去檢測它的accuracy那些 coverage那些 但是OK 那我們現在看完ProBase的論文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中文版的ontology 其實有幾點是我們沒有辦法複製微軟的實驗 所以我第一點其實我們沒有病的query log 這樣我們要怎麼做evaluation 我怎麼知道我的ontology做得好不好 DataScientist一定要做evaluation 然後第二點就是微軟它們爬了16億的網頁 但是這個數字對我來說其實很困難 我只會爬D卡西斯版那種東西而已 這16億實在是太困難了 那第三點呢 ProBase裡面提出來的hard pattern 是針對英文的 如果你想要做中文的ontology的話 你要自己想中文的hard pattern大概要長得怎樣 那這需要一點巧思去設計的 不是隨便想想就好 所以這其實蠻難複製它的實驗 所以我就要想一個自己的方法 然後建中文的ontology 那我有幾個要求就是 它至少是可以支援各國語言 不要說中文要想一種hard pattern 然後英文要想一種 那蠻麻煩的 然後第二點就是 它不能是我拿不到資料集的 一定要是open source的嘛 畢竟這是Costcava 一定要是open source的文集就可以選出來 大家都可以重現我的實驗結果 所以我就想到 維基百科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語料嗎? 然後剛好看一下 這是蔡英文的頁面 OK好 這是蔡英文的頁面 那它底下呢 其實維基百科就跟你說 蔡英文是總統啊 蔡英文是台灣族人 這不就是is a relation嗎? 那其實我不用做啦 我幹嘛還要像微軟那麼麻煩 還要弄給我for base呢? 不過這樣問題其實又出來 因為我們做ontology的原因其實是 我想要壓縮 我想要把周杰倫 我想要把蔡英文 我想要把蔡英文還有五月天 都mating成歌手 這樣我就可以用比較少的空間 去存這些項目 所以說蔡英文呢 他應該要 要嘛就轉成中文 要嘛轉成台灣族人 你不能說下面這邊有29個分類 你把蔡英文就轉成29個字 那其實變多啦 這樣比較壓縮值 這有點大而已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Wiki雖然有跟我講 蔡英文他所有的遺詞類類去 但我想要的是 怎麼從這些29個意思的relation裡面 挑一個最好的relation 那我們現在要做 如果我們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讓他得到最好的意思的relation的話 可能就可以成功把word to vector壓縮 那既然我今天講了那麼久的word to vector好了 如果我就直接把底下29個他們的分類 跟蔡英文去算一下cosine severity的話 比如說 剛剛沒有講到 因為我們可以把蔡英文 就進撥to vector裡面轉成向量 可以把總統還有台灣族都轉成向量 前面講過那個直北征的方向就是那個字的向量 那大家都學過就是 國高中都有算過向量之間可以算一下 內積、外積這些 那我們在NLP裡面去表示兩個字相近的程度 就是把兩個向量拿來算cosine severity 那公司就是大家以前都學過的 這個向量內積然後處理向量長度 那這個分數會介於負一到一之間 就是在sine severity 那我們拿這個分數算出來 你會發現說蔡英文跟總統的sine severity會很高 跟台灣的sine severity會很低 這樣我自己就可以成功挑出一個很相近的 一個最好的以適合的relation 然後我就可以成功做壓縮了 有這麼簡單嗎? 如果我把 那舉個反例啊 比如說孔子好了 我覺得孔子比較好的以適合的relation 他應該是中國思想家 就講的魯國人不是錯 但是好像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其實希望他是壓縮的 所以他要盡可能的 mapping到可以比較廣的那種category 但是為什麼孔子跟魯國人的similarity會這麼高 然後跟中國思想家的similarity會這麼低呢? 講一下中國思想家這個similarity我怎麼算 因為它是一個複合字 那我做法是把它跟中國算一下similarity 然後跟思想家算一次 然後再有去平均這樣子 OK 那為什麼魯國這個字跟孔子的similarity會那麼高? 因為前面回想一下John Rupert講的那句話 You should know a world by the company of kids 是因為孔子呢 他其實出現的句子裡面常常都有魯國 魯國跟孔子這兩個字經常出現在同一句話 那既然他們常常出現同一句話 那這個紫北鎮他們附近的磁鐵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出現出來的像樣就會很像 但是中國呢? 中國有各式各樣 他在Wiki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句子 不一定每次都有孔子 所以孔子跟中國的像樣就當然不會太近了 那其實畫出來就會想像這樣子 那該怎麼辦呢? 好吧 那想一個粗暴的方法 那我們就算一下他們一直出現的詞品好了 那中國跟孔子這邊的詞品很高啊 那魯國這個字就不是很常見的字嗎? 那詞品就比較不一樣 那我這樣呢?其實就可以成功讓中國的思想 大家選這種比較高了 但是有時候W2B的效果好 有時候的詞品好 那有沒有一個比較折衷的辦法 讓我們可以取到兩邊的優點呢? 那有一種公式叫做harmonic mean 如果就是你希望它同時可以保有A跟B的屬性的話 那你就是把兩種特性相乘 然後除它的相加然後乘二 這個數學的式子呢? 它就是可以讓你同時保有兩種特性 不會偏廢於某一方 這個式子的數學意義就是這樣子 那套上去之後 發現孔子真的可以成功取到中文思想 那下面就是排名 第一名就可以排到中文思想 我覺得效果不錯 周杰倫呢? 你也看到台灣男歌手排在前面 看起來我們可以挑到不錯的意思有關係 那這樣中文的unthology就做完了 那我們現在做完了 但我們真正的目標是要壓縮W2B 那要怎麼辦呢? 假設這是我們可以把Wiki的Corpus給download下來 那裡面有一句話 比如說周杰倫他舉辦了演唱會好了 那我們剛剛已經做完一個中文的unthology了 我們可以把周杰倫換成台灣男歌手 然後把演唱會換成音樂活動 類似像這樣子 把原本的Corpus通通都用unthology 換成 用tobody's的relation換成男歌手 換成音樂活動這樣子 所以蔡依林啊 五月天啊 然後阿美什麼的 他們都會被換成歌手 那他們會變成 那些vocabulary就會從很多的 然後變成很少這樣子 他們就會用一些share的vector 所以轉換完的Corpus 第一種跟轉換過後的第二種 那我們把它concatenate起來 為什麼要concatenate起來呢? 因為這樣我們concatenate完的文本 再送進World2Vector裡面去train一次 就會發現說這一些hypernate 台灣男歌手這種轉換過後的字 叫做hypernate 叫上位詞 然後中間就叫下位詞 這樣就可以把上位詞跟下位詞 聚集到同一個向量空間當中 這一步比較tricky 所以如果你聽有點模糊的話 等一下QR的時候可以再問一下 所以我們把轉換過後的文本 然後跟原始的文集串在一起 再重train一次World2Vector 你就可以得到上位詞的向量 那就剩下最後一步了 我們就把這個上位詞 我們就只挑台灣男歌手 然後只挑音樂活動 這種轉換過後的上位詞的Vector 把它留下來 周杰倫五月天拆禮這種詞就把它丟掉了 這樣我們就成功的幫World2Vector受聲了 再來我們就只要留下這個Inverted Index 跟他說 你把哪些詞換成男歌手 你把哪些詞換成女歌手 你就留下這個Inverted Index 這個table 然後還有你轉換過後的Vector 這樣就可以成功 把原本的World2Vector中文是 我們trainning的文本是Wikipedia 就是還蠻標準的 大家都用Wikipedia 那中文原本會有1.2G 那你壓縮過後呢 台灣男歌手啊 因為活動這些hyper-name的Vector 它只會佔個100枚左右 然後那個Inverted Index 那個Mapping Table只會剩下20枚 這樣就可以成功瘦個10倍左右 那我怎麼知道我壓縮了10倍 它的performance有沒有被我大大的傷害呢 那我檢驗的方法是算一下它的correlation 原始版本1.2G 就是用GenC那個套件 train出來的World2Vector 你可以算一下比如說張飛跟本多重生 那他們算出來similarity是多少 0.3次 那這次就把它當作我們的答案 GoStandard OK 那我用以色額去轉換過後呢 我們會把張飛轉成蜀漢軍事人物 我們會把本多重生換成戰國武教 OK 那這兩個下讓我們算出來similarity 0.82 那這樣會稍微有點小落差 所以你就是 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差太多 你可以sample個100組1000組 那他們就會得到一個比如說A陣列 A陣列就是原始那100組 他們算出來similarity各是多少 那B陣列呢 就是你轉換過後 他們算出來similarity的分數各是多少 把A陣列跟B陣列拿來算一次相關系數 你就會知道說 它該高的時候 你轉換過後有沒有跟得高 然後如果原本的similarity 它變得比較低 那轉換過後有沒有也跟得變低 他們那個相關系數 是不是越接近1越好 那我算出來有0.77 就是看起來沒有到差太多 所以就是證明我們的performance 沒有被大大的傷害 但是有可以成功地受升個10倍 那這樣就可以更有機會 塞進數媒Pi或是Edge TPU那種運算 那我們就可以保護使用者的隱私 然後也符合Edge Computing的需求 OK 那這個架構呢 我們有open source出來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個 我等一下把通編放到那個 HapMD的那個供筆上面 OK 那架構就是 用一個大顆compose把它架起來 然後知道不比方 Mongo跟MySQL 然後接一個Jungle當作Restful API 所以大家如果要重新我的實驗的話 就是去點進那個PiHard 然後把Dark Compose拉下來 然後Front讓它跑個3、4天 就差不多OK了 OK 那這邊有一個小demo 比如說你查林志玲 然後他就跟你講 OK 他是台灣女性的模特兒 類似這樣講 那就可以把林志玲換成其他單字 對 那就是一個迪士爾的demo OK 好 那今天那個實驗的GiHard 就放在這邊 就是要重新我的實驗的話 就大家可以去按一下 OK 那上大約四五 幫我幹嘛 謝謝大家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就有一些QA的時間 是 那麼 那個單詞你是怎麼切對不對 哦 用結 unseren 用結 吧 哦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問你嗎 有 管他 那 事實上 沒有 好 好的 那我自己就是稍微 剛後面最後面有做兩個 兩個 similarity 比較 看相關系 那也可以 因為你已經有 sample 譬如說100 筆或是1000筆 那感覺也可以用 prementation test 之類的方式 做個檢定 就是說這兩組檢定出來 有沒有很明顯的差異 應該也可以 不過結果應該差不多 對 好 那就是獎者投影片之後 應該也都會在公佈在網站上 或是我們社群那邊應該也會公佈 對 在Facebook上 然後如果大家就是等一下還有問題 都可以再來跟獎者這邊來詢問 那我們第二場就到這邊結束 那下一場會是11點30分開始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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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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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